誰要回應一下 或者對影片有沒有什麼問題 是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今天到這邊結束了 你好 我就是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關於 因為去年跟前 就是不只是針對羅興亞人 就是緬甸社群 緬甸的佛教徒社群 對於穆斯林 他們也有很多的一些 抗爭的活動 那也是由曾禮領導的 那您覺得就是 這樣子的曾禮領導 然後跟07年的時候的領導 有什麼一個不一樣的 一些比較之類的 你之前不是我介紹的嗎 嗯 我叫李若寧 然後我現在在台大念 政見就說 政見就說 學妹 學妹 我也剛入學 應該是同學 我是念那個 共貴所的博士班 所以這個 老了回去念書好 好辛苦 這次的事情其實真的是引發很多的討論 包括說 我們講說 佛教應該是放下土刀立地成佛 怎麼會到最後變成是一種族群之間的 這樣的一個 而且是領導 對於某個族群的壓迫的一個這樣的形狀 那說實在的 我並沒有辦法太多的理解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 他一定會有眼影 一定會有經營 但是其實緬甸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譬如說 我有緬甸人 對不對 緬甸有 克隆尼族 緬甸有克倫族 緬甸有羅興亞族 緬甸有非常非常多族 那本來翁山書記的爸爸翁山 就是有機會 有機會去讓各主之間 至少在一個共識之下 強勢想要去經營這個國家 那當然因為他後來他就被被被刺殺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楊子雄演的那個 這個 這個 叫什麼名字 以愛之明 應該是 以愛之明 其實還蠻 我覺得楊子雄真的長得很像翁山書記 但是楊子雄在馬來西亞是非常非常反動的 他是完全支持 完全支持馬來西亞這樣執政談的 拉丁 他是拉丁 拉丁 那 所以我其實 就是我只能講說 那可能跟過去他們 宗教跟族群之間的那種 長期以來說 累積的某些 放不下仇恨的人那樣的關係 但是我要回來講 2007年 我們全球在奔走說 生理被殺了 你覺得全球的佛教的community 需不需要出來說句話 要嗎 台灣 沒有 只有 施照會法師 因為他 他一直都在關心緬甸 文藝流人關閉前的議題 其他的佛教團體 丁丁 全球的佛教團體 也丁丁 所以 所以某種程度上我會覺得說 當初的緬甸的這些 生理的領導他們可能真的認為說 那是一個民生的議題 因為一夕之間 一天之間 石油漲價百分之百 對於整個社會所造成的衝擊 沒有那麼政治性 沒有那麼政治性 沒有想到說 其實大家從1988年以後被悶了這麼久了 歐山書記在1988年以後被釋放過兩次 有一次台鐵被打死 在緬甸華人比較多的地方 然後由軍政府去撤動一種 也是族群之間的那種 然後才能被刺殺 那 所以緬甸的那種 各種族之間的那種複雜性 其實我覺得 也許我可能還要多花一點時間去了解 說那為什麼羅興 羅興有沒有他那是非常的少 而且是少數的穆斯林 少數的穆斯林 但是他跑到馬來西亞 其實也沒有被好好的對待 那 像 像 像這個事件其實是 我之前有看到一個報告 我想說 緬甸也一直認為說 你們這一群羅興亞人應該回到自己的孟加拉去 不屬於緬甸 你們是屬於孟加拉 不屬於我們 那我覺得這部分的話 可能在他們的歷史裡面有一段 是我還沒有去看到 說為什麼會有 尤其是我到目前為止 我還是沒有辦法接受生理 帶著人去燒掉人家的重裝 把人家殺了 把人家趕出 趕出他的家園 我到目前為止 我還是沒有辦法理解這樣的一個情形 會發生在一個宗教的世界 不過ISIS的這個事情 這可能就比較宗教的機械 也不是那麼 你不是善就對了 這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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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